为了要鼓励有志创作的音乐人才 花莲县政府和原住民族委员会合作 办理了原住民族语创作大赛 这次来自卓西乡的布农族好声音阿布斯 也和朋友主团来参加 平常就热爱唱歌的他 第一次用自己的族语来创作 让他非常兴奋也很感动 这一次更夺下了亚军 让他的族语创作之路 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深情的唱歌独特嗓音 吸引台下观众目光 仔细听唱的是布农族语 曲风创新又前卫 这是华莲县政府与原住民族委员会 合作办理的原住民族语创作大赛 来自卓西乡的布农族好声音 阿布斯也与好朋友组团来参加 第一次用自己的族语来创作 让他非常的兴奋 也相当感动 这首歌叫妈里妈母 我写这首歌的时候 它是在我前年要出国读书的时候 写这首歌 那其实我自己 也一直想要网助于创作发展 然后刚好趁就是要离开 想说一定要写一首歌给我的家人 给我爱的人 对然后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 就是我会好好的 然后寻找我要去的方向去努力 去追寻 刚柔的唱腔夺得满堂彩 第一次用足语创作的阿布斯乐团 更是拿下这一次原住民族乐团 足语创作的亚军 让他足以创作之路 更迈向一大步 恭喜阿布斯乐团 以非常优异的城区 拿到这次的第二名 详细六万元 所有照片都会放在我们现场的脸书 大家可以在脸书上去截取 县佛说中央以及地方吸手合作 才能发掘并且补植更多原住民族音乐创作人才 以及来自各部落的好声音 太平洋发力发力音乐节 提供族人展现音乐才华的平台 希望每一年都有更多创作歌手 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发热 展露头角 让创作才华 以及原住民族语音乐与文化之美 被全国看见 甚至是扬名国际 记者高雄雄润水箱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参照 使用 Tet